大家好,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 晚上球顶一腿美城突传坏消息 日评一节润怂退赛,职业生涯遭重创 今天和球迷们一起聊一聊乒乓球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目前四评赛正在如何如图的进行之中 本来很多球迷都认为日本乒乓球队是中国队的最大竞争对手 然而在本次四评赛上面,日本乒乓球队却遭入到了情所未有的困境 截至目前为止,日本乒乓球男队在男单比赛中已经传军覆没 那么日本乒乓球女队的领军人物,一腿美城 在女单比赛中也会遭入到国拼女队的围剿 那么首先,与一腿美城同在一个分区的 拥有一腿美城的头号劲敌,沈尹沙,以及王毅迪 然后呢,还有陈梦,王曼瑞,陈信彤等实力大将 那么因此,一腿美城在四评赛上面想要去夺排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么除了四评赛的比赛之外 在接下来12月4日至7日将会进行另外一场比赛 那就是首届WTT世界杯的决赛 就在近期晚上9点钟,世界拼领已经正式官宣了首届WTT世界杯决赛的参赛名单 真的可谓是重心人籍 国拼的核心大将啊,全部都报名参加了 而且是以年轻队伦为局 那么在国拼女队方面,陈梦,沈尹沙,王曼瑞,王毅迪,陈信彤 都是报名参加了本次世界杯的决赛 可以看去,国拼队与首届WTT世界杯决赛啊,也是非常的重视 因为这也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国际大赛 将会与众多的实力大将啊,同台竞技 根据赛场安排啊,将会在12月4日至7日在新加坡进行 也就是啊,四拼赛结束之后 而日本方面呢,却传来了一个坏消息 特别是啊,这个日本女队的一姐 伊藤美成啊,突兽,重大坏消息 根据啊,世界拼领公布的首届WTT世界杯决赛的参赛名单形式 伊藤美成已经选择了退赛 他的名字啊,并没有趋性在报名的名单上面 而日本女队方面呢,众多的实力汉将 比如说石川家纯,平言美语,赵廷希腊 全部都报名参赛了 但是伊藤美成却选择了退赛 这就让很多球迷啊,难以理解 因为啊,在接下来的WTT世界杯决赛上面 可以有众多的国际高手较量 对于啊,这个伊藤美成卧赛呢 应该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为什么他会选择退赛呢 当然了,具体玩意只有他本人知道 很多球迷认为啊,这个伊藤美成 在参加完视频赛之后 却意外的选择了退去 首届WTT世界杯的决赛啊 实际上是选择了 认怂认输 为什么这样说 虽然说,在东京王乐会上面 伊藤美成在混双的比赛中啊 夺得了一块金牌 但是在本次视频赛上面 这个日评呢,已经遭遇到了重大的挫折 那么伊藤美成啊 他希望在视频赛上面 来击败 国平女队的明星球篮 恐怕了目标很难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 伊藤美成啊 可能并没有心事啊 参加视频赛之后的一些比赛 因此啊,也是选择了认赏退赛 但是呢,伊藤美成的这个选择啊 可能会让他的职业生涯遭受重创 首先,第一个方面呢 辜负了众多支持他的球迷的信任 如果说面对这样的高手对决的国际大赛 伊藤美成 您参加比赛的勇气都没有 可能会让很多支持他的球迷啊 感到失望 那么另外啊 这个伊藤美成 选择认赏退赛 实际上也失去了 再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即使说 在视频赛上面 伊藤美成 也许很难突破 国拼的围剿 但是呢 在接下来的 首届WTT世界杯决赛上面 伊藤美成依然有机会啊 迎来 这一个反扑 但是啊 他现在 举动的选择了退赛 就意味着了 伊藤美成失去了一次啊 证明自己和提高自己的机会 那么因此啊 他的职业生涯啊 也是遭受了一定程度的重创 球迷朋友们 如何看待伊藤美成 这名球员呢 欢迎大家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